特別注意 這個VBA點 這個可以打也可以不打 打的好處是說點下去它會有提示 提示就是說把那個 裡面總共126個函數 我剛剛算過了 126個 126個函數幫你列表出來 如果你不知道每一個函數怎麼使用 我剛剛講F1 他會幫你 如果你要把VBA徹底學會 請你就把126個函數 稍微做一些整理 其實 當然官方版的那個資料塞整理的太爛了 所以如果 你要 更完整不然你就找那個 坊間有那種VBA的什麼 詞點 就是他會幫你做的比較 詳細一點的相關書籍 那我是因為我已經習慣了 所以你不管反正看大概 我大概知道 這個函數怎麼用 我就知道 就是用法就OK了 至於細節 反正跑一跑大概就知道結果了 比如在IST 他其實就是幫你找 哪個字 這個其實可以用在全文監索裡面 所以你給一個很大的字串 裡面幫你找某個字串有沒有出現 有告訴你在哪個位置 你就知道位置就可以把那個範圍的資料切出來 比如說你要 針對 某一堆的 檔案裡面 找找看有沒有哪些關鍵字 其實也可以把那個檔案打開 丟過去 INSTREAM 找一下有 就把那一串 找到的 切割回來 列出列表 以後的話 把那個檔記下來 點兩下也可以把它打開 甚至可以跳到那個某個位置上去 也可以 所以 Excel裡面也可以做全文監索 你就不用一個一個慢慢 把檔案打開了 也可以找到內容 其實關鍵是可以用這個 這個函數 另外就是說有個REVER REV 如果你的資料可能在後面的話 你可以倒過來找 就不用說從頭循序的找 那 再來的話就是說 另外 底下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你寫完成詞之後 假如你沒有多做一件事情 你會看起來比較辛苦 像我們剛剛寫完了 這個是我剛剛把它打完了 可是看起來 其實 你現在看會看得很辛苦很吃力 所以理論上我會習慣 再把它加上什麼 加上註解 那所謂的註解就是前面加個單引號 它後面就是註解 意思就是 後面的東西它就不會實行 那這個部分是你自己看的 也就是說你擔心說以後 因為像我們自己寫習慣的人 根本不用註解 也是看得懂 沒有問題 但是你們自己可能接觸不熟的話 那過一段時間 現在你也許還看得懂 但是下了課以後有沒有 那幾個小時之後 已經慢慢 記憶衰退了 對不對 這個好像老師講過 對不對 可是寫講什麼呢 忘了 請你把它打在後面 所以後面呢 這些字 不見得一定 打 跟上面一樣 你可以用你習慣的敘述 所以之前有同學 我看了 覺得他很厲害 他去上面幾乎打一篇文章了 他寫很多啦 可能把上面當成是散文吧 還是 因為他可能他覺得 他要寫多一點他才記得起來 不過我覺得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你愛怎麼寫 怎麼寫 但是前提關鍵就是 前面是單引號開頭就OK了 這個我覺得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那我的習慣是 就是很 程式當然越精簡越好 邏輯越簡單越好 否則的話以後 自己寫也會忘記 因為我就是這套邏輯 所以我怎麼寫來寫去 都會有我的Style 所以你會發現我雲端上每一個東西都 程式全部都我自己寫的 即便是別人的 參考我都會把它改成我自己的 因為 別人的程式我真的看 看 不是看不懂 看不習慣 邏輯也是覺得看不習慣 所以我寧可就是把它改寫成我自己習慣 所以將來也許你也要找到一個你習慣的方法 不見得要跟我一樣 OK 你如果用你習慣的方法來寫的話 那你會越寫越順手 怎麼寫都對 不然的話你硬是要記別人的邏輯 真太辛苦了 對每個人真的習慣不一樣 OK這個是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就是 插入函數的時候插入函數會有個使用者定義 不過目前沒有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變使用者定義出來 所以第一個也許叫刮鬍字串函數吧 所以第一個 跟剛剛一樣插入一個什麼呢 這個方選 名稱的話叫刮鬍字串函數 然後呢 按確定 再來就是互動 你要給我一個參賽者資料 不然我要怎麼幫你找 所以你就把這個 藍位名稱 複製貼到這個裡面 然後跟他講說你給我這個東西 那給我之後的話呢 要怎麼幫 幫你找 所以這邊的話其實 我可以拿 前面講過 其實你會發現 拿這個來改最快 怎麼改 一 把4nets的中間的東西貼過來 按一個 Shift加貼 讓他往前突排 二的話呢 其實就是把Sales自己抓的 改成他提供的 有沒有 所以SalesA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 取代成什麼 他 就是給你的啦 其實SalesA就是 自己去抓 改成呢 你 從使用者提供給你的 然後把SalesB改成什麼 改成刮鬍自算 在這個函數 這樣的話應該是大功告成 看得懂意思啦 然後呢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OK的話 插入函數 刮鬍自算函數 給一個參賽者 給你的 然後呢向下填滿 不過你會想說奇怪了 這個OK 但零 其實零也差不多啦 只是說感覺就是 不OK 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其實關鍵就是說 因為 如果我說他有找到 他會丟 但是如果沒找到 他就是跳過 那跳過 意思是方選的預設值是零 預設值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你要 有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怎麼樣 先把 這個預設值 他的預設值先丟 先把它等於空的也可以 就是 幾個做法等於空的 這樣子 就是說呢 剛開始 我就把它零變成空的 他如果沒有做任何事就是空的 應該意思一下這個是空的字串喔 預設是零是一個數字喔 這樣來改的話 直接怎麼樣 應該可以看懂這一點 然後把這邊 再打勾一下 OK了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如果你不用這一招 你可以在這邊加個else 就是變兩重的嘛 那把剛剛這一行 放到else裡面 這樣也OK 就是說他如果有找到 他就是把那個字切出來丟過去 那如果沒找到 那就幫我丟一個空的進來 這樣也OK 兩個方法 其實就看個人習慣 當然 以 程式寫作來看 剛剛那個方法只要加一行 這個要加兩行 所以理論上要我 應該上面那個方法 比較OK 不過因為 今天這個單元有講到兩重 邏輯啦 所以我就順便 因為 比較可以 可是程式真的沒有標準答案 那 最後你就是要自己推敲 所以最後呢 我都會推敲到最精簡 為原則 像這些程式也是 剛開始寫當然也不見得一下 就可以寫這麼精簡 慢慢推敲 慢慢推敲 所以程式會越寫越有成就感 而且如果你可以寫出 你一個獨創的程式的話 那你會寫得還蠻愉快的 因為這個就是屬於你自己的創作 而且 智慧財產權裡面有規範 你寫的就是你的智慧財產權 所以以後的話延伸性會蠻大的 那這個年代 應該有創作能力的 應該我想相對的在 社會上的收入應該會相對的 比較應該比較高是 是必然的啦 我覺得啦 OK 不過也要有人願意看你的創作 OK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是把這一題在這 記得最後儲存的時候 記得這邊要改成否 因為這個是Excel的那個 2007以後的版本 那前面的那個檔是2003的 他沒有分 2007以後有分 所以按否 否之後的話請你瀏覽 再選取特別注意 一定要選啟用聚集的活躍部這個 如果你選錯的話 按4很抱歉 你的VVA就不見了 就消失 無中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